上回说到,张无忌在金毛狮王元祭后,离开了少林寺 张无忌在离开少林寺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寻找昔日的情人赵敏 可谁知道在张无忌的多方打探之下,赵敏竟然早已经离世多年 而害得赵敏惨死之人,就是当今的皇帝朱元璋父子 于是张无忌在悲痛欲绝之下,在赵敏的坟墓之前发誓 此生一定要让朱元璋父子付出代价 此时的张无忌早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出入江湖的明教教主了 如今的他在经历过那么多事情之后 已经成为一位成熟稳重,心思缜密之人 其武功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这些年不仅将明教神功乾坤大挪一练到了最高一层 更是在少林寺中经过多年的苦思冥想 以九阳真经为内功基础 将少林武当的各项绝技进行融会贯通 创出了天下无敌的少武真经 张无忌在潜入皇宫后 找到太子的所在位置 正当他要准备动手的时候 他突然发现自己的身后早已站着两位武功高强之人 待他转身定睛一看 原来这两人竟然是他多年前的老相识了 此二人的容貌估计他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因为二人正是令江湖闻风丧胆的玄冥二老 话说玄冥二老当年在少石山下想抢夺周芷若的九阴真经 不曾想却为及时赶到张无忌以九阳神功打跑了 二人在经此一战后返回大都 后来徐达等人率军攻打大都之时 二人打开城门迎徐达大军进城 因此立下大功 因为二人武功高强 所以就留在皇宫大内之中成为守卫皇宫的大内高手 二人多年来在皇宫大内之中 潜心学武功力已非昔日可比 后来更是将会员霹雳守成坤的两大绝学会员功 集换音质与自己的玄冥神掌进行融合 创出了威力更胜一筹的修罗音煞功 那么这修罗音煞功到底有多厉害呢 张无忌又是否可以打败玄冥二老呢 预知后事如何 请看下期视频讲解 谢谢